下一個命題我可能換了一點時間 跟各位稍微報告一下我自己的心得 到底宇宙的實相像的什麼樣子 無形的信息場怎麼回事 我大概介紹一下宇宙天盤 然後各種天界的概況 還有跟我們地球接近六大靈團 因為今天要講信息場 如果我們講信息場我們摸摸這邊 有時候是這樣 你在這邊摸了半天啊 你不抬頭看在前面 摸了半天也在腳跟前 你抬頭看在前面 方向至少不會錯 所以我們看看前面 天界到底長個什麼樣子 那有形宇宙的部分 天文學有很多說法 我們目前比較接受的是 Big Bang的說法 因為有科學證據認為 說整個宇宙大爆炸以後 它經過整個膨脹的這個項目 然後形容我們現在大概有 對科學很厲害 它可以透過天文觀察 它算 早期是從哈勃嘗出去算 我想說大概這個宇宙到紀念位 大概150億年 可是最近的報導說 通過這個計算 現在這個時間 宇宙形成的狀態 從Big Bang開始到現在 137億年 誤差1% 現在的天文學家 他可以做這樣精確的計算 也就是說 從宇宙 物質 物質宇宙 大爆炸 開始到今天為止 大概137億年 這個誤差其實很小 大概只有1% 那你抬頭看天象 他們從各種觀察 或者有人看天象 很多這種亮亮的地方 他們發現這亮亮的地方 天底 太陽其實從那邊形成 那有很多書 很多報導 很多課在做 很多這種說法 說太陽怎麼形成的 那大概有一些說法 行星怎麼形成的 那簡單講 目前的一些說法是說 大概一個盤面 透過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開始重力收縮 然後 收縮的時候 在這個軌道裡面 產生圓形的盤旋 盤旋過程裡面 中間那個質量最大 形成一種 這個 這個 熱融合反應 它發出能量 周邊呢 慢慢慢慢 誰吃誰啊 吃了半天以後 吃到最後只剩下幾顆 肉肉強死 吃到最後呢 中間那個就是太陽 然後旁邊的就是行星等等 後來我自己發現 這個太陽系的行程 我自己讀天地教的 這個教裡面有提到 那有一天在睡夢之中 清晨似睡非睡 似醒非行的時候 突然腦中閃過老子二數章 有物混成千天地生 極熄聊熄 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當 原來老子二數章講 太陽系生成 可以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 這是曰道 然後把老子二數章 跟我讀到那個 揣在一起 原來 原來現在天文學所講的 太陽系生成 欠缺的第一動音 第一動音在老子二數章已經提到了 我們讀兩千五百年前老子寫的二數章 發現現在天文學所提讀的太陽系生成 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開始收縮盤全 第一動音 在兩千五百年前老子有提出來 然後現在的天地教教育有提出來 兩個文獻上面有記錄的一對比完全一致 你叫他問 老子怎麼在兩千五百年前 他知道他還是這樣生成的 然後寫這個天地教教育信義的這個老先生 李玉傑先生他大概三四歲 然後一直在華山 他怎麼知道太陽系是這個生成的 太陽系大概都像這樣盤旋狀態 小天體大天體都會像這樣 有秩序的天體大概都會像這樣螺旋形 那很多的星系就是像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銀河系統 我們的太陽系就是銀河系統 銀河系統裡面的每個亮點都是未來一個一個的太陽系 那從五行的訊息告訴我們 最大的天盤也是一個這樣的旋轉的系統 裡面有比較大的星群 我們現在的地球 是在這九大銀河星群裡面的解法銀河星群 意思是說你們人類看天下 最基礎的單元是太陽系 你把太陽系放大 是一個銀河系 你把銀河系放大 另外一個更大的一個盤旋系統 放到最大 不知道幾級 比較有可能是四個層級 最大的天盤還是像這樣 還是一個盤旋的天盤 這盤旋的天盤有九個系統 我們現在的地球差不多在這個解法銀河星群這裡面 然後從正反宇宙中心的中心點拉一條線 切到這邊來 把這個O原心點拉到這個周邊來 O為花一條線 中心點的O到邊界的A點 就是一般宗教裡面講的宇宙中心 如七天慢慢退到外面的七天 到更著重的那個向天 所以你會聽到宗教裡面講說 向天 氣天 無其天 彼天 這個天界的說法 其實是對你剛剛講的 那個大天盤的宗兵切出來 那你知道你問我說怎麼會這種訊息 這是從天上各種管道所傳下來 有很多宗教提到相關的訊息 那當然 我們剛剛其實已經次數從某一些方向去切物行訊息 可以從小許四字 可以從這個其他方式去把這個訊息傳下來 那 這種旋轉的規律在整個大宇宙空體有幾種呢 那個無形的高線的訊息 它告訴我們有五種旋律 第一種 第一種 第二種第三種旋核率 這種旋轉的這種規律 跟這個四五四 它是有點斷層 一二三類旋核率 跟四五類旋核率 它是斷層 你說這個第四五類的旋核率 這種旋轉的 這個盤面的交接 它是孤立狀態 它有脹壁 但是四五類的旋核率之間又有一個交集區 我們的地球差不多在這第五類旋核率這裡 而是在第四類旋的交集區的空間這裡 如果我們的人要從這個狀態 空間狀態要往宇宙的重心點 你跟一二三類式它是斷層 你必須進入某一種方式 像這個深綠色上去 又經過一個能量的進化通道 才能夠到比較高層次的旋核率裡面去 可是比較高層次的這些靈體 它要到我們這邊來 它只要經過一個轉換就可以了 它比較簡單 它經過一個轉換 它就能夠到比較低層次的天界來 我們的地球在這個交集區裡面 把這個交集區的靈界放大 有好多種靈團 有封閉形的 單獨一個靈團 有相連形的 並列相連形的 我們在這個地球 是屬於多連形靈團 有六種靈區 第一個靈區是叫做先進靈團 是從剛剛講的那個氣天上成分化下來 然後還有這個社區靈團 這個社區的很有趣 誰活在這個社區靈團裡面呢 在我們這個地球 如果你做人還算做得OK 然後你可能做科學研究 然後對人還算不錯 那你可能 那你不見有什麼重要信仰 你可能在這個社區靈團裡面 過著類似百領階級的生活 有豪華電影院 還有高級商場這樣子 在那個社區 社區靈團裡面 如果你在這個地球做人平平 也沒有什麼功德 也沒有什麼壞事 大概就在這個平民靈團裡面 生存 那過境靈團是 大概就是一般 我們在講的中陰之靈團 稍微這樣過度而已 使得在那個環境裡面 大概留一下子 要轉一下這樣去 就是過境靈團 另外是我們地球靈團 那你看 從底下浮上來 是幽靈靈團 所以往下浮上來 幽靈靈團就是在 在我們這個時空沒有做好事 它的靈體比較著重 它很自然的顧慮 它會往下沉降 到比較不好的那個 不太好生存的空間度裡面 去生存 但是 就是在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地球的周邊 所以你會看到 有些人會在這個時空裡面 收到不同的訊息 天界訊也有 地質也有 都有 都有 所以在我們 我們這個地球生存的人 其實也很有趣 你可以在這個時空裡面 只要你想 你就可以收到 很多你想要收到的東西 肯定要小心